你说什么 他 易奕死了 这封信 是他临终前 本来想寄给你的 但是我想 他现在寄不了了 我来把这封信 亲自带来 不要 肯定 有 可以 shoulders 局长 给你们你 好 这一切不是我想看的 我希望所有人都活着 张大帅死了 乔姑死了 现在我也要死了 莹姬 你今天来这儿是怪我的吗 不是 我是来带你走的 我哪儿不去 这是我的家 这也是我唯一的归宿 我哪儿也不去 阿莲 阿莲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我不是从前那个阿莲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革命党 你走吧 走吧 阿莲 就当不是为了我 也不是为了你 就当是为了依依的临终嘱托 我求你 跟我一起走吧 你要是现在不马上离开 我就死在你面前 阿莲 这个羽霉 是爷爷当年 送给我们俩的 我把它还给你 既然你想这样 那我们都不走 我陪着你 一起死在这儿 阿莲 有句话 我想告诉你 为了革命党也好 为了生存也好 只要能活下去 比什么都重要 跟我走吧 好 阿莲 阿莲 走 我们从窗户走 好 快点 快 快 这边 快 都吐气搜啊 这边 阿嫂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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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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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站住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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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坏了 他们把东江和那个女人抓住了 怎么办呢 快回去 给潘大长官发电报 让他想办法救大哥 走 走 别晃 别晃 别动 只有活着 我们才有希望 好了 带走 箱子 商民潘为言 见过金民政长 潘经理 是为了乔应记的事吗 乔应记在临江涡仓革命党 他们是人赃俱货 我在武汉就见过 他现在还这么执迷不悟 不识时务 还跟革命党搅在一起 我看这个人是没救了 他是本号的董事长 这次犯了这么大的案子 是不是一定要掉脑袋的 那就难说了 既然精明政长是这个意思 我盘为严 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告辞了 你等等 潘经理 你大老远的跑到我的衙门里来 不把话说清楚了 怎么就走了 潘为严今天来 不单单是为了他瞧印记啊 更多的是 替山西观影号担忧 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当 那么瞬间 靖朝将变得一文不值了 什么 你说靖朝会 对 由山西观影号发行的靖朝 不就是因为他瞧架几代人 诚信经商 才得来的商欲吗 如果他瞧印记成了革命党被杀了 那就不能保证靖朝将在全国流行的信誉 要是一夜之间就变得没成性了 那么靖朝不就成了废纸了吗 行 来来来 潘经理 好 好 好 你给我说清楚 你是说 即便这瞧印记真是革命党 本民政长也得出面救他 靖民政长 你救的是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确定的革命党 瞧印记 毁掉山西观影号 还要毁掉你自己的位置呢 可他被抓的时候 确实是和元大总统全国通缉的 那个女革命党在一起 大人说起那个女子 那就更冤枉了 有人能确切地证实 这个女子 她不是元大总统通缉的全国的革命党 她只不过是和瞧印记 又过一段婚约的临江的小女子 这乔家可真够离奇的 当年出了个江雪英 现在呢 就轮到了乔治庸的孙子 也够出彩的 我说 你这离奇的故事能说得动我 可能说得动元大总统的人吗 元大总统身边的人不相信 可他们也不在乎 这官银号里的三千万两银子吗 三千万两银子了 对 没错 三千万两银子 如果按照一比一点五的兑换 那已经是发行了四千五百万的金钞了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四千五百万那足以让天下大乱哪 当然 这不也可以把大事画小 小事画无了吗 好吧 那我们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那就出个价吧 如果价码合适 我马上回京 面见总统府的向大管家 求他 求他保住乔影记一条命 哎呀 对啊 精明政长可真是个知情知力之人哪 不过这个价得让他瞧瞧能扛得住 如果扛不住的话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出个价吧 多少 五千万 真有五千万两银子 我没有说乔家有五千万两银子 而是说 只要能保住了山西观银号 保住了靖超 到大人用银子的那一天 或许 你就可以拿到五千万两 你说乔家银库里没有银子 你又不是乔英介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背着你 藏下金山银山 你现在就是去把乔家抄个遍 也不可能有五千万两 我年轻的时候 就在他乔家部大德通做大掌柜 他乔家有多少银子 我是清清楚楚 那好 有一天我要用银子 你怎么保证 我能拿到五千万两银子 判为严 以全家的性命担保 判为严 以全家的性命担保 是 空口无凭 还有 你还必须 再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 你要替乔英介担保 像他爷爷乔治庸当年一样 要把自己圈进在山西部的离开 一旦离境 那就是违约 本官将不得不带人 查莫乔家 包括他们在各地的所有财产 一并插抄入关 还有 你也会因为担保失信 而四五葬身之地 判为严 伤民判为严 答应了 判的掌柜 这次 多亏您了 上车吧 快去报告金大人 乔英介和他未婚媳妇 过了风铃洞 是 快去报告金大人 快去报告金大人 快到 快快 快扶我上车吧 趁着他们还没敢把我老婆子怎么样 我想逃到江南去过个冬 好好好 娘 上车啊 你一边去 你挡着我的眼了 我看见了 我看见那马车里坐着是印记和他媳妇 老东西啊 不对 我不走了 我的老祖宗啊 咱不都说好了吗 咱们到江南去过冬 这都到了枫林渡了 你 你怎么不走了你说 彩霞 你脚头子快 你过去帮我看一下 坐在马车里的那个女子是谁 哦 怎么 喊了也不动啊 快去打定 乔家的人这会儿都在铺子里打尖呢 叫彩霞去问问清楚 回我的话 不搞清楚 不搞清楚 我今天就不走了 得 怎么是你们俩啊 这不彩霞吗 你这怎么的 先甭问我怎么到这儿了 我问问你们俩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是没听说呀 听说什么 全山西都传遍了 可离奇呢 二十年前啊 就我们家那个老东家 乔治雍老爷子 来到青岩洞口的时候啊 给他的孙子订了一门亲 结果啊 那老爷子把这事给忘了 把人家那姑娘都给耽误了 我们现在的应济东家呀 后来也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件事 就费了千辛万苦的劲儿 把那姑娘给找回来了 说是啊 马上就要成亲了 哎呀 那个潘大掌柜的呀 说是这个地方的秀宫好 这不是让我们去找秀宫呢 哦 哎 媳妇儿 这是怎么了 你们家姑爷马上就要成亲了 你怎么不高兴啊 哎呀 你呀 就甭去找她了 你想想啊 我们大奶奶刚去了一年 这要有新的进来了 能不难受吗 哎 你也真是 媳妇儿 好孩子不哭了啊 瞧家 这算是好的了 有家归不让纳妾 也是你们家小姐没福 哎 算了 这么高的门头 今天死了媳妇儿 明天再娶也不稀奇 我走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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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们孩子好好的没事哭成这样 行了 甭哭了啊 事情就是这样的 好 我听明白了 娘 您说一处就是一处 这都离家几百里了 你怎么说不走就不走了 去 去瞧家铺子 找印记 就是我想见见她新娶的媳妇 哎呀 娘您忘了 您现在不是瞧家的债主了 嗯 怎么 刚才这个话是你说的 说我现在不是瞧家的债主 嗯 哼 如果我想当回来 我立马就能当回来 娘 瞧家的事 咱能不能不管了 有件事我都没告诉你 什么事啊 什么事你不敢告诉我呀 胆子也太大了你 娘 先别骂我 刚才啊 这儿的大掌柜悄悄告诉我 说封宁渡 最近来了一些来路不明的人 各个腰里 都别这家伙 娘 现在清楚了 这帮人都是冲着印记子 和她要娶的媳妇来的 那媳妇 据说是女革命党 你胡扯 不 那我就更不应该走了 讨车 我去瞧家铺子找印记 东家 你的婚事得马上办 到了瞧家铺 当天就得办 新奶奶那边 你自己得说 剩下的事由我来操办 判的掌柜 这事能不能缓一缓 不行 当天就办 东家 东 东 东什么东 又出什么事了 何家江老太太闯着来了 什么 印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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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太太 江老太太 印记子 你们东家呢 东家 东家在库房 赶紧去找 去吧 好嘞好嘞 东家 东家 坐坐坐 东家 坐 表孙少爷来了 五奶奶 怎么 不叫我江老东家了 先娶的媳妇呢 我有话要跟她说 我 你完了 都跟着干嘛 快去呀 怪了 他怎么会知道的 老乔家的事 还要他不知道的吗 我叫江雪英 我的名气可大了 全山西人都知道我 你不会不知道吧 老人家 莲花孤落寡闻 那我可真要生气了 海市山盟 海市山盟 一个呢 是非我不娶 另外一个就是 非他不嫁 但是后来 他们乔家就出了事了 我那个表嫂就给他那个表兄 出了一个急搜的搜主意 说是要娶进一个商家的大小姐 借一些银子 帮助乔家渡过难关 我那个表兄 他居然就点头答应了 半道就一脚把我踹了下去 不管我的死活 我知道您是谁了 您是朱庸爷爷的初恋情人 我就说嘛 没有人会不知道我的 但是后来 我也狠狠地踹了他一脚 我踹他的那一脚 比他踹我的那一脚还要狠 这就叫亮晓飞君子 无独补丈夫 但是踹过他那脚之后 我是女人 我心又软了 我救了他 您的故事 天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您当时 自己拿银子把他救出狱 后来隐姓埋名 让他几十年 都不知道是谁救的他 那是他后来 自己猜出来的 您到老了 还一直爱着他 您恨了他一辈子 也爱了他一辈子 直到现在 乔家大大小小的事 还是由您照应着 好了 我们今天不说这个 我今天过来 跟你说个正题吧 告诉我跟我说实话 真的打算要跟 硬姬子成亲 我也告诉你 我今天能够留下来 不过黄河下江南 就是为了要阻止 你们这桩婚约的发生 为什么 为的就是 阿灵是一个野丫头 配不上乔庸基 不 她配不上你 一个女人 配不配得上一个男人 她靠的是门第吗 怎么说 她乔家有一座金山 那你们家里 也得有一座金山吗 那戏文里 都有这么一句唱词 有情人 终成眷属 不是有钱人 终成眷属 我最恨的就是这个 我今天要阻止你们 这桩婚约的发生 是因为她爷爷 临终前的嘱托 在青岩渡口 她过了一个除夕 然后回到了山西 到了我这儿 一进门就跟我说 完了完了 我老了老了 我又犯了一个 天大的错误 不过这件事 是可以被阻止的 只有爷爷后来 后悔了这门亲事 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 因为您 她多活了一辈子了 她害了一个女人 她自己不想 因为对她孙子 那一点点私心 再去害另外一个女人吧 她是在酒醉的状态当中 把这件事 告诉了青岩渡口 那个老人 在青岩渡口的 这个老人 她是为了要报 乔家带天下人之大恩 才把阿联许配给了她 如果阿联长大以后 她知道 印记将会变成 像她母亲那样的病人 这对阿联是不公平的 你还要表达 有个人 让她让她伤害 我并不公平的 她愿意 因为她说 我为了 我把你 我来的 我说 我说 我为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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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用他去世之前 给我留下一言 他跟我说 如果应记他非要娶妻的话 第一 一定要等到他成年之后 要让他明白自己 将会成为一个 怎样的病人之后 第二 对方的女孩子 也一定要成年 要让他明白 应记者将会成为 一个怎样的病人 并且还表示愿意 嫁过来 一辈地厮守着他 不离不弃 他们才可以结婚 否则的话 他宁愿让自己的孙子 独身到底 原来这就是莲花 长大成人以后 乔家一直没来提亲的原因 万一 阿莲一直等了下去呢 万一他长大以后 又遇到了乔佣记 他还爱着他呢 如果你真的是阿莲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们都是成年人 我只想提醒你 如果 应记事先没有告诉你 他将会成为他母亲 那样的病人 别嫁给他 如果他告诉了你 你还想嫁给他 那是你的事情 我管不了 我管不着 好了 我走了 乔家的男人 姑奶奶 一代一代都该去死 姑奶奶 谁是你的姑奶奶 江家和乔家早就断了亲了 你只能够叫我江老东家 走啊 姑奶奶 留步 留步 快进去看看吧 刚才我们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 听见了 我不管你是阿莲 还是莲花 我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两个人之间 不再有任何秘密了 潘大正会告诉我 我们一回到乔家 第一件事 就是要马上成亲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晚上 晚上 我听你的 我还不想 還不想一碰 我 小事 来 良辰吉日天地开张 吉时已到 新郎新娘拜堂 贵 对 爷爷 我终于把阿联带回来了 您老在天之灵 也可以安息了 爷爷 阿联在这儿跟您磕头了 妈 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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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些了 是 就这些 好 那你走吧 是 背车 快走 快走 快点 报告 崔王百代到 把他带进来 是 驾 你笑什么 我算大人过几天才到 没想到大人这么早就来了 还准备了一桌酒席 你 都是给你准备的 吃吧 吃完了 我们再说话 谢大人 这鸡屁股我不吃啊 哈哈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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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张老远 别急啊 等我吃完这块鸡翅 再跟你说也不迟 给我都撤下去 别撤啊 别拿走 别拿走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这可是大人的恩典啊 不能说拿走就拿走 娘 今天儿子大婚 我带着您儿媳妇 给您磕头来了 阿联给您磕头了 阿联 英姬的媳妇 你就是我们老爷子 在青檐渡口给英姬定下的那个亲 那个阿联 我 你醒了 阴山北乡 风雨动来 辗转千里素孤劲 乡愁不忘怀 梦里一些独立梦埋 秋日天亮 但如今其人还在 多难行吧不容徘徊 无论你我怎能够 只剩恩时外 极高鲜人若学一脉 此生来今与无福 家国情怀 旁边所有都心斋 不见风潮也回来 黄河一旧东流去 心潮几落同四海 黄河一旧东流去 心潮几落同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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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新潮几落同四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